Hello 大家欢迎来到另外一个开箱的视频 今天要开箱另外一个红米的电话 叫做红米90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盒子前面先 OK 它前面这边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 视频说它电话是怎么样缓的 OK 这边写着红米90 OK 这边有它的logo 过来的旁边就是有它的model sample 另外一边是一样的 过来的背后这边是空的 过来的下面这边有讲到它的spec 那我们等一下会碰 一开箱吧 那第二个东西你所看到的就是它的这个 我们讲的user manual 就是有写着Design by Redmi 它这个盒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所以你一开 第二个东西 你就会看到就是它的SIM ejector tools After that 它里面有的东西 就是as always saw 红米的那个 clear case 我就没有开箱了 过来的那个user manual 它的warranty card这种 全部东西都不重要 我们放去旁边先 我们等下才来讲 OK 它的下面就是它的电话了 我们先拿出它的电话鞋 它盒子下面有的东西就是 as always saw 有它的那个 cabels 就是micro usc type c的cabels OK 过它的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它那个adapter fast trust adapter来的 OK 过 other than that 就是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就看到的 这个电话了 我先开机先看一下有没有电 希望有电 OK 又震动了 OK 挖它步骤之前我们就讲它的这个电话的bub material先 那OK 它旁边这边有它的放SIM卡的地方 然后它的下面有它的speaker 有它的charging port 还有它的microphone 过它另外一边就是有它的power button 还有它的volume button 它的power button是built in它的fingerprint 所以你看到它的背后是没有fingerprint的 还有它的前面它不是in display的fingerprint来的 呃 因为它的那个fingerprint是built在它的power button里面 就是我自己person是比较prefer这样子缓的啊 fingerprint啦 OK 挖的上面就是有啊 它的那个air blaster 还有它的那个headphone jack 还有它的那个microphone啦 OK 过我们就讲它的背后吧 它背后是这样子缓的 就是啊 也是有一点点线条线条的感觉 过它这边的camera有四个 第一个camera就是它的standard camera 就是48MP with f1.8的 过了第二个就是它的广小镜 就是8MP with f2.2的 过了第三个啊 第四个两个都是一样 啊 两个都是2MP with f2.4的 可是一个是depth sensor 还有一个是 啊 macro lens 哦 OK 过它下面这边有写到那个 啊 Redmi的logo built materials of 这个背后是plastic来的 我们就讲它的前面吧 先讲它的screen size 它这个screen size是6.53寸 过它resolution是1080x2340的 那那个selfie是8MP with f2.1的 OK 过它那个glass的material 是Golera Glass 3咯 OK 我先接到这个电话先 啊 如果我接完这个电话 过后我们就讲它的spec吧 A few moments later OK Let's talk about the spec吧 首先我们先讲的internet series 这一家9T的internet series 有分三个 第一个就是64GB with 4GB的人 第二个就是128GB with 4GB的人 第三个也是一样 128GB 可是它RAM是6GB的 OK 所以你们搞清楚没有哪一家啦 OK before你们买啊 记得 过后那个OS是Android 10 MIUI 12 过后那个chipset是Qualcomm Snapdragon 662 过后CPU是Oktacore GPU是Arduino 610 过后那个battery drive永远都是最最最 impressive的 自家9T的battery drive 有6000mAh电池 所以自家东西才600块 它就拿到6000mAh电池 是超超超 impressive啦 过后那Able Color就是有蓝色 有orange色 有青色 还有一个就是灰色 等一下我会发现一个照片 在这边 这一家是蓝色 我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喜欢黑色啦 可是可惜就是 它这一家9T没有黑色咯 蓝色to be honest 还好啦 对我来讲 OK 等下我会发现一个link 在我的description下面 所以你们有兴趣啊 你们可以按来看 As always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类型的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个赞 按订阅我这个channel 图西更多的开箱视频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